为何来晚了 臣请陛下责罚 朕刚跟他们夸过你 你没赶上 偶一次监国 居然没出什么纰漏 朕夸自己的儿子 总逃不过有自夸的嫌疑 朱卿不要笑话朕啊 臣正不敢 谢陛下 离世祸国 朕多年不差 他深感惭愧 陛下 臣妾有同罪 朱卿辅佐太子 检出国贼 朕也深感感激 此次权仗太子殿下英明独断 臣等不敢居尺寸之功 能让皇上叔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容易啊 臣敢佩至己 一片肺腹之眼 绝非敷衍之词 皇上叔赞誉太过 你确实有功 好话你就照单全收了吧 陛下 请陛下收回已臣先国之命 怎么这么着急啊 子妃已经归位 臣身为前兴不敢再侵犯递作 嗯 谨慎是好事 但是这个案子一直是太子经手 比别人都更加清楚 此事换人只怕会更加误事啊 陛下受平 那时候殿下正在忙大事 当然想不起臣来 不忙的时候也想不起许晗林来 那臣可得好好反思反思了 这算是臣之不幸还是臣之大幸呢 许晗林 臣在 我刚才没来的时候 陛下当真 当真什么 没什么 算了 陛下确实褒奖殿下了 陛下说 殿下已经慰及人臣 他没法再有别的封赏 陛下 陛下怎么突然 就反经了呢 哦 昨晚在温泉汤池里 陛下问大王 觉不觉得已经泡得厌烦了 汤池里 陛下 大王说还好 陛下说 可是他有些厌烦了 还是先回去吧 大王问陛下 他还能不能返京 陛下答应了 陛下没答应 也没有拒绝 只是 拍了拍大王的头 好